朋友们好,我是老警官士忌 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 医生实行人道主义救死扶伤,反被停止 这是何道理? 朋友们,我们老一点的人都知道 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 几乎每一个医院的门前 都用红纸或者说 在石头上镇刻着这样一个标语 就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那么这个标语 这个长时期的几十年 在我们的医院门口都这样的标志着 那么是我们的医生 这个作为他的座右铭 那么在为人民服务当中 这个尽职尽责 那么大家知道吗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这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纪念白秀恩同志的追悼大会上 亲自提词的呀 可是反过来看今天 我们所建的的医院 几乎所有的医院 这个门前都建不到这句话了 代致于其他的什么精湛的医术啊 什么这个把医院建成全国一流医院啊 这些什么这些口号 在我们的现实的实际工作中 现在的医院都是为了这个不断的创收 一概的强调这个要使病人多花钱 把钱花完 所以我们老百姓的这个 有的人就把医院说成是一碗 去掉了那个医院的那个包儿 然后碗 把钱一碗 可以想象这个医院 在我们老百姓的心中 是怎样的一个位置 应该说这是实在是不幸啊 这不前不久在我们成都市 就发生出了这样一件事情 一位36岁的这个孕妇啊 这个要生小娃娃了 这个已经血都流出来了 然后及时的打了120 120把这个孕妇送到医院的时候 这个医生诊断马上要动手术 不然的话这个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了 但是这位孕妇身上没有钱 她的丈夫呢 因为吵了架 这个不到医院来不见面 就在这位孕妇 她自己面临生命危险 而且肚子里的小孩 也面临着生命危险的时候 她的儿子 这个跪在地上求这个医生 救救我的妈妈 给她做手术吧 那么这位医生呢 这个看到这个八岁的小孩 这个跪在地上 多么可怜啊 然后这个想着两条人命 这个并且是生第二胎 那么就毫不犹豫的 这个免费的为这位孕妇做了手术 那么就成功的救了这个孕妇和她生出的小孩 两条鲜活的生命都获救了 那么这件事情说起来 是应该是可歌可颂的事情了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 这位医生上班的时候被通知 你被停职了 为什么被停职呢 因为你昨天这个免费为一位孕妇做了手术 没有收钱 所以就要挺你的职 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成都某医院 收了一名36岁的孕妇 女子因为和老公吵架 大出血 老公吵完架呢 就走了 家里只有女子和八岁的儿子 儿子看到妈妈流了好多的血 害怕的大哭起来 妈妈叫儿子赶快给爸爸打电话 可是孩子打了很多次都没人接 孩子赶紧拨打了120 就在女子呢 去医院的路上 因为失血过多 已经昏迷不醒了 到医院以后呢 需要马上做手术 可是女子已经昏迷了 医院呢却让孩子去教费 可是他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呀 当时小男孩哭着就跪在了地上 苦苦哀求医生 救救他的妈妈 这个医生看到孩子这么小 就跪在地上 他心里想呢 这是两条人命啊 不能眼看着他们去死吧 于是呢 二话没说 就免费给这个女子做了手术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医生啊 可是做完手术的第二天 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好心的医生 却被医院给停职了 当这位好心的医生 满腹委屈的 带着自己的私人物品 垂头丧气的 正准备离开医院的时候 院长叫住了这位医生 院长说呢 你这样的做法 在我看来 你是故意让医院亏本的 你要是不服气的话 你可以通过网络问问大家 看看有多少人 会支持你这样的做法 如果能有20万人支持你的话 你就回来正常上班 医院呢 不会给你任何的处分 要不然呢 你就永远的 不要再回医院上班了 昨天我妈妈住院了 我一直在医院陪床 在医院检查完呢 拿换业单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 这位好心的医生 我上去跟他打招呼 我说你要下班了吗 这位医生告诉我说 我被停职了 随后呢 我通过医院上班的朋友 了解了一下详细的情况 我觉得呀 太不应该了 从医院回来呢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对这位医生很不公平 今天一大早上 我就给在医院上班的 那个朋友 打了个电话 一问才知道 这位好心的医生呢 真的是被处分停职了 我想说的是啊 家人们 咱们都去过医院 看过病 这样的好医生 真的是不多了 难道作为医生 让他看着病人 在他面前去死吗 为什么这么伟大的医生 要被停职呢 我就想问问家人们 你们支持这位 医德高尚的医生吗 别让爱断了线 更不能让好心人 寒了心 让我们一起 为这位好心人的医生加油 争取呢 让他早日的 回到自己的岗位 是不是 我们看到 这位医生 确实被停职了 要知道 我们所说的 这位孕妇啊 她是生第二胎哟 这是响应 党和政府的号召 不断的要阻断 我们人口下滑的石头 她是一个好妈妈 好公民 为什么要停了 这位医生的职呢 我们老百姓啊 有一句这个公道话 叫做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而他救的是两条人命了 两条人命 我觉得 这个医院的院长啊 一个心思的向前 这个整个眼睛都钻到前眼里去了 不分青红皂摆 不懂得实行人道主义 这个救死扶伤 这就是医生的天职 你以为 这位孕妇 她的家属以后 就不会过来 补齐这个医疗款啊 你以为 广大的人民群众 看到这位孕妇 如果真的是 她是无业公民的话 人民群众不会伸出援助之手啊 你以为 政府因为这位孕妇生了第二胎 而没有交上医疗费 而做事不管吗 这不可能啊 我就在想 如果真的像这位院长所说的 叫这位医生找出网民 有二十万网民 支持她的这种免费 为孕妇 做手术 救了两条人命的 这个行为是对的 那么她就恢复她的这个工作 那么我老简 第一个就要站出来 我就要支持这位医生 因为这个医生是一个好医生 他实践了毛主席 救死扶伤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他救了两条人命 他是功臣 我相信有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都要站出来 不要说二十万 一百万的人都要支持这位医生的行为 我倒要反过来说 应该停职的是这位院长 医院的院长 你这样的处罚 你这样处罚 这个做好事的医生 应该停职的是这位院长 不应该是这位医生 好了 越说我越有气愤 就说到这 咱们谢谢各位观看 再见